老铁们大家好 市场上买回的萝卜怎样储存 不康心不烂根 老铁们今天呢我教你一个正确的方法 而且呢还能吃上一冬天新鲜的大萝卜 今天我就把我们家用了三十多年的小妙招分享给大家 手机要是有电的话 老铁们还得麻烦你点事 给我点个赞支持我一下 感谢大家了 上个视频就没点 这次就点一个吧 主播祝您做生意的老铁发大财 中低的老铁年年大丰收 身上没有病顺风又顺水 第一步切掉萝卜的小顶和根部 不要切的太深 切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取一个小盘子 接下来这一步最关键 老铁你看好了 放三百克的清水 一勺的白糖 白糖是管咱们萝卜口感的 然后再倒半两老爸喝剩下来的三楼子 这个白酒呢是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是管萝卜发生没变的 然后用小勺把它搅拌均匀 之后用咱们发财的销手 把萝卜的根部和顶部涂抹均匀 我们把萝卜放到塑料袋里面 把那个空气挤出 系紧 然后呢 把香封上 放到阴凉的干燥处就可以了 这样操作下来呢 能让你吃上一冬天新鲜的大萝卜 老铁们 你们记住了吗 那边吃一棒 这边吃的 没有吃 感谢观看